这个反手揭发或者是这个假动作 所谓的假动作是怎么样 就是你要在第二个点去击球 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一个伸手的感觉 给你的对手感觉我要放网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第一个点你不打 你在等第二个点的时候 这个位置再打 等于说高点不打 你们在低点打 然后我手一伸出去 这个时候不打 等球落下来一点 然后在这个点再发力再打 那至于这个假动作怎么样做呢 就是我的手一伸 这个时候我只需要 手腕有一个往下掉腕的动作 然后有一点点影拍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球落在第二个落点 我只需要动我的这个拇指 一往前一推 然后我这后四个手里头往后一走 然后做一个手指的一个带动 一个推动就行了 所以它的动作非常小了 也就是伸第一个点不打 第二点然后动你们的手指 这样一打 基本上那个球就能往这个对角去推了 当然这个假动作 对你们的这个球感的考验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如果你们的基础 比如说挑球啊 放网都好了以后 再学这个假动作 其实很快就上手 谢谢大家 小主 写 funktioniert 你 线